- 欢迎收看国光帮忙 - 你曾想过你辛苦工作二十年究竟赚到了什么 - 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在自己身边最有价值的东西 - 这是老婆吗 过了二十年 你曾后悔吗 我后悔的就是以前那种对钱没有概念 然后你不懂资产 不懂的是怎么样的 把钱存下来 三位演艺圈前辈闯荡这么多年 四十岁了 他们到底在干嘛 锁定今晚 好后悔 这些年我真的都白混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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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天的助理 维纳斯千佑 维纳斯女神 喔 因为这个是吧 维纳斯这么好当喔 對 好 今天要講什麼 好後悔 好後悔 這些年我真的都白混了 再一次 預備 去 我幫你打碗拿 預備 好後悔 這些年我真的都白混了 真的好後悔 讓你講聽音 亂講音通 謝謝 難道沒有再小心喔 沒有 好後悔 這些年我都白混了 邱恩 你會覺得你白混了嗎 白混到還好啦 對啊 到不至於 但是想說如果可以 重新再來過一次的話 就會修正很多地方 前天慢慢早知道 對啊 真的 你現在最值錢的東西是什麼 最值錢的東西是我的女兒 老婆呢 我的意思是還好 好壞喔 我的意思是我的家庭 老婆生三個 相對那個價錢就會往下 是什麼價錢啊 老婆又不是買來的 那請問三位 工作了這麼多年 現在在自己身邊 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什麼 直接牽入主題 對 這是老婆吧 老婆喔 對 家庭 真的 其他一切都假的 賀哥你可以靠著講 可以輕鬆一點 對對對 也舒服一點 那是對啦 因為家庭對你來講 這一次 給你幫助很大 幫助最大 而且感受最深 你那個老婆真的很棒耶 我老婆 每個人的老婆都不錯啦 對 不是我說你看 他這組一直在 在你身邊不離不棄 很多事情都一直在幫你處理 我覺得你真的遇到 對 渡到 讚耶 所以說今天這組題 其實來談這組題也是有點尷尬 就是 這些人都白混 你應該不算白混 你是花光 對不對 應該算賭光了 賭光 這個其實在我們那一代 我們那一輩的歌 就是藝人來講 是像胡瓜啦 楊帆啦 公恰恰啦 這些呢 現在還有在工作上 線上 那其實我們從以前 我們就知道說胡瓜 將來會很有搞頭 對嘛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刻苦耐勞的人 我比如講我們以前 比如說我們打麻將 熬一打麻將 打完之後第二天呢 打到早上差不多十點多呢 結束了 然後呢 楊帆輸錢 我輸錢 胡瓜贏錢 那楊帆有個工地秀嘛 在高雄 他就哎好懶 還跑高雄做一場工地秀 雖然價錢還不錯 他就很懶的去這樣 胡瓜就馬上來了 哎 楊帆 有沒有西裝 西裝給我 你這張多少錢 二十五是吧 我回來呢 分你十萬 我拿十五萬就好 哦 他就他就是連這種錢他都賺 能不懂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們知道說 這你將來不得了 嗯 果然不錯你看看 這小子你看 嗯 對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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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他才投資嘛 他之前都不投資啊 對 他也不會說什麼去做生意啊 最多就是買房子 買房子 買車而已 他是 他是比較 不會去做些別的事情 那小易呢 這些年你留下來 最棒的東西是 比較能夠享受當下 看現在 嗯 現在經濟也比較穩定 對 而且你以前做歌手 就框框框在歌手裡面 以前其實因為我都一直做非主流的 也很很樂於去做非主流的這樣的事情啊 那只是說現在的話 有一個主流這個演戲的位置 但是我還是繼續做非主流的音樂 嗯 那比較有點資源去做這樣的事 但其實每一個人不可能全方位自由啦 那只是說根據自己的本性 那我覺得我本性裡面就覺得說 有一種想要獨處的這一面 嗯 那現在我有我有機會去獨處了 以前為什麼沒有機會獨處 好 就因為家庭 對 那就是我現在有機會獨處 然後我現在也比較說能夠充實自己啊 或我想說當下這件事情 我覺得到了現在這種 等於說不惑之年喔 這個人生的下半場已經開始了這個時候 我覺得已經 你怎麼越講越爽啊 啊 怎麼對你來講這麼開心啊 這叫Bitter Sweet 就是說 Bitter Sweet 就是說 一種苦戀的一種美感啊 我覺得我現在覺得說 所以說總而言之就是享受當下這一刻是很重要的 是 我也我也也樂在當下 對 就這樣講我們賀哥很不以為人 不是他講這個我聽那個有點有點模糊 就是 你說你現在可以獨處 意思說你現在已經沒有婚姻了 對了 對我現在單身 喔 那你很fai 怎麼會這樣很可憐 其實其實他就是一個觀念 我很是 一個觀念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一直都是站在就是說 以個人立場喔 去經營跟社會之間的互動啦 倒不是說以一個家庭啦 所以你覺得每個人的人生觀是不一樣的 對 其實真的南原北側到那無法想像 喔喔喔喔 張仔這些年你留下了什麼 我就活著啊 不是 喂 你別這麼慘啊 不是 你太消極了 你剛出院嗎 怎麼會 我們不要中詭計啦 這怎麼會好像我們被拷問 我們都白混了 誰白混了 沒有了 沒有了沒有 就是留下一些什麼 自己覺得最 就像他覺得我現在得到 我最最最棒的就是自由 你看我 我在這一行已經要20年了 是 我有一些朋友 以前呢 一個月 一萬六他也是一萬六 但是多年之後 我呢 住戲子 他住中小東路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嗯 是的我就會在想 這是我們腦袋不夠用呢 嗯 還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去賺錢呢 嗯 還是到底 哪裡是報應呢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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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值得探討 結果今天不好意思啊 大哥 今天你是主角 不過 不過剛才你是在國外跑太多年了 對 那現在還是繼續做 當然我覺得你不錯 你站到你就是 他走了多少地方 真的 他看過多少 我們這輩子不一定看得到的景象 是 我就被他帶去一次沙漠 我就傻了 他帶我去 我說哇 他帶我來那種地方是 你這輩子不 你只能在明信片或者是在別人的電影啊 或者是什麼 Discovery 那種東西才會看到的地方 他把我帶去 中國的巴丹吉林商 對了 哇塞 我站在那邊我就覺得好感動 哇 我這輩子能夠站在這個地方 很酷耶 嗯 他去過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各種啊你想像什麼不管是東北啦 西南方啦 西北方什麼 他都去過 然後世界各地他還跑不少地方 我覺得你賺到就是這個 你的人生歷練是一般的比 你知道嗎 謝謝 我真的還懂事情亂動的 如果OK的話 後面就寫一個這個回憶錄 欸你寫得很厲害 因為他 比如說他對一些歷史事情很懂嘛 地理事情很懂 比如說你問他 欸這個石頭 我跟你講想要這個石頭怎麼回事 他就哇塞 馬上把所有事情告訴你 我覺得他這一方面很厲害 你見多事廣 嗯 見多我賺到見多事廣 是 所以你沒有白混嗎 我不承認我白混 像你剛剛講你說 你之前的這個朋友他每個月一萬六 現在住在信義區 嗯 對 可是你現在卻住在信義區 你覺得這個對你來講 是一個 什麼想法 什麼你這問到重點 這個啊 我有去 我真的有去思考 嗯 我覺得這跟原生家庭有關 嗯 原生家庭 因為我我我父親啊 我父親呢 他打過古林頭跟823 嗯 就是我就是一個軍人子弟 嗯 那等於說這種外省老兵啊 他來台灣是兩手空空 對 那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就是 不能浪費 嗯 家裡沒錢 那家教又延 嗯 那毛起來搞錯就是大 嗯 對不對 那這種這種沒錢的狀態之下 欸 你就是一直被灌輸就是說 欸 你不能夠 嗯 有負債 你就沒錢 一個蘿蔔一個坑 對對對 你是沒錢的人 你不能有負債 你相對的 你說來台北 那我們鄉下小孩 來到台北就會覺得 欸你就認真的工作就對了 嗯 你能掙多少錢是多少錢 但你不要亂花錢 對 房租要付 吃不要吃太好 那有吃就好 然後有錢造家 嗯 就這樣子 這樣弄弄弄 但是我的朋友他不是 他在這朋友多了 他會投資 嗯 嗯 OK 他知道欸應該是這樣子 錢滾錢 對 錢滾錢 投資家 我們哪有這個單子 嗯 所以你那個朋友他可能是 賺一百萬買一千萬的房子 欸 沒想到現在增值了 那時候你看我民國七十三年 就來台北了 嗯 七十三年到七十六年 我是空軍三年 嗯 七十六年 退伍之後 然後念世新 又三年 我等於在台北待了好多年了 嗯 然後進入這一行了之後 我那個朋友他也一起進入這行 但是他是台北小孩 嗯 然後他 那時候我記得房子差不多 在中校東路那邊差不多 七百多萬而已 嗯 然後他就買了欸 嗯 去借錢買 現在十倍以上 幹欸 對啊 七百多萬 觀念不同啊 對啊 其實以前我買第一個房子 叫我去貸款 啊 會怕的 是不是 哇 對啊 貸款買 嗯 但是 等你存到錢的時候 你大概一輩子就住山洞吧 嗯 就可能搭這些錢去把那個找一個山洞 把它整修一下 那坨山洞 對 一定是這樣子 對啊 就是 軍人指定以前被灌輸出的觀念是什麼 怎麼可能去跟人家借錢 你為了享受 你去跟人家借錢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那會不會是你那個朋友的爸爸 他是本身是做錢裝的 不是 我叫他的小孩 一神十 十身百 我跟你講 這個人有沒有錢 我先看他有沒有 土頭 哇 好有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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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是 是 我是從他頭髮多多變土頭 就是 就是覺得他 他這個很會 用 對啊 買屋賣屋賣屋賣屋 這樣子 不過你也啟發了高山峰跟王少偉 啊 對 之所以會說 有時候會思考有沒有白混喔 就因為跟你接觸的人 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嘛 你看那個少偉 那時候他等於就是剛退營 嗯 然後我們孫總把他簽了 嗯 他簽了之後他 少偉他跟我說 孫總要簽我 只跟孫總提出一個條件 嗯 你如果有一個外景節目的主持 讓我有機會去嘗試 嗯 我願意跟你簽 嗯 那就在中國故事 是 他就來了 不認識 那我看他就是小鬼 嗯 他看我就是製作人 就去出外景 對 出外景 出外景 出外景之後 中段他出5566嘛 是 就出片了嘛 出片 所以我是有看到他的前面階段 是完全沒錢的 嗯 他們家也是就是小康家庭的 是沒有錢的 然後你看他5566之後 多年之後 哇 這個 從無到有 偶像 他存錢 你看他把錢存下來 買車買房 買車買房 買的那些 對不對 嗯 那高山峰是怎麼樣的遇到 高山峰 他是你在路邊撿到的還是 不是 高山峰後來就是 那個 稍微走山峰來 嗯 高山峰 以前呢他就是 像當年如此風光 如今只有後悔的分 你生活最好的都好 那高山峰是怎麼樣的遇到 高山峰 他是你在路邊撿到的還是 不是 高山峰後來就是 那個稍微走山峰來 嗯 對 高山峰以前呢 他就是 類似像你這樣 就是 他是 那種走的路線 比較屬於 取高核掛 是 怎麼會變 什麼咖什麼 我怎麼不知道 不知道 後來高山峰呢 是 他在主持我們節目的時候 他也是沒錢 嗯 沒有錢的 沒有錢 沒有錢 然後他呢 就是租房子住 租房子住 租房子呢 他在民權東路那邊租房子 是 離山立境嘛 對 租房子 租房子 租吃幾年 他就租幾年 租租租租租租租 他的那個房東啊 在台北 還有台北還有台北縣 差不多有 接近 二十個房子 很多房東 還有房東 然後那個房東就是說 欸這個高山峰 欸我不要來再找你收租了啦 嗯 你要不要就我們這多年喔 你每個月繳房租喔 都繳得很勤快 嗯 要不要就這樣啦 我也不要記這個點了 你就 我就一口架 賣給你 對對對 山峰就考慮喔 他那邊跑來問我 嗯 我說我的可能價錢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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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懂這個 但是我知道是沒有這種價錢 帶車位欸 對啊 沒這個價錢 我說山峰 你把它買下來 想辦法 去借都要買下來 對啊 因為我就是不知道買這個 嗯 後來山峰就真的 欸 租房子租房子 後來就買下來了 不是 你看一個男人 他房子買下來之後 常說結婚欸 嗯 就穩定 你當時主持在中國過世結婚了 放鬆 有小孩了欸 嗯 然後現在你看 對啊 啊 後來就 後來就 你看 是意外啦 他第一個就是告訴我 但是還是修成正果 對啊 好的意外 最好的意外 我問他價錢 他說 講那個價錢 我說車位他有 我說你租啊 你不買 你車不買你是 你是怎麼了啊 沒有啊 他把他幹給我一頓 他就賣了 他就慢慢弄弄弄弄弄 他大概去弄錢吧 他就買下來 你看買下來 那現在開始運營就越來越好 對 真的不一樣 對 我們來這樣講 你生活最好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一個月大概賺個 三百萬一年 好帥喔 而且那個時候 三百萬跟現在三百萬不一樣 我們聽得好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除了做秀之外 還有 還有錄錄影帶嘛 錄錄影帶就是每天錄 每天錄 那每天錄到就是 量要夠以後 才可以放出去做秀 做一兩個禮拜 兩三禮拜這樣 然後再回來錄這樣子 對 有時候我們還做過那種 就是白天做秀 半夜回來錄錄影帶這樣 因為那錄影帶 每天都要出袋子 是是 而且還有工地秀是不是 工地秀啦 工地秀我們最多 一天喔 一天一個早上 六場 一個早上就六場 六場 那怎麼跑 就是從早上 早上的十點半 開始跑到傍晚這樣子 傍晚 差不多這樣 一個白天就對了 六場 對啊 哇 那你錢怎麼花的呢 三百萬的時候 其實我跟你講喔 這個說起來很白混 其實我們今天主題又來了 是 其實那是我們 我們有錢的時候喔 有很多藝人喔 他們懂去自成買房子 飛魚青他就買房子 對 然後呢 像我啦 楊帆呢 我們這些人就是 把錢留著 掛掉 是 就很怕那個錢喔 你沒有帶錢 人家不跟你外交一樣 就把錢都留在身邊 是 所以說那時候就 最重要是錢喔 來得快了 對 我今天 如果是我今天 輸個差不多幾百萬的話呢 我明天要調度的話 我打電話跟老闆借錢幹嘛 也很煩 那錢撥給你了 很方便 是 合約延長一下就好了 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對錢的概念完全沒有 而且 太多了 現金太多了 對 那時候 作秀也是現金 工地秀也現金 錄錄影帶也是現金 對 反正什麼都是現金 那你會拿去銀行存 不會 那時候我都擺在那條目底下 有空再存 要用錢 要用錢是拿個棍子這樣 挖一點說挖出來 挖下去後 怎麼撈都撈不到東西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對錢 完全沒有概念 沒概念 就那個時候 我後悔的就是以前那種 對錢沒有概念 然後你不懂資產 不懂得怎麼樣子 把錢存下來這樣 你看以前只要是 錢存下來的 現在都過得非常好 對 都非常好了 因為你們那時候 賺錢真的快 而且 你要想想看 你那個時候300萬 不是現在的300萬 那個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你看 那個時候 一個東路房子才多少錢 才700多萬 你兩個月就買一棟 對 那時候灰心現在 現在住的那個龍門有沒有 800多萬 只要我買我還講 這舊房子買的幹嘛 這樣 現在變成5000萬的房子 你當初亂買 你現在就厲害了 對啊 當初都 隨便買一下 對啊 所以說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人喔 人都會有一段過去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我的過去可以 給一些年輕朋友 當個借鏡 就以後你們如果真的 碰到 有機會賺到錢的時候 你們真的要把錢 要守下來 真的 你守得住才是有用 對 你守不住啊 你再賺多都沒有用 像現在呢 你看一般的年輕一輩的 一些藝人來講 他守得住就是他的嘛 對不對 什麼小豬啊什麼 什麼傑倫這些人 對不對就是他的 對 那有些就到現在為止 空有名的 沒有賺到錢也是很多 很多 很多很多 對沒有酷嘛 就是你錢會進來 就像我以前也沒有酷啊 你哪沒有酷 你酷那麼大一個酷 對啊 你後來有趣與改 或者是什麼樣子 沒有他就說 你的酷就是等你 反正結婚 才有 才會開始 你為錢 賺這種花多少啊 是嗎 這樣子嗎 我以前哪有像我這樣 一天到晚在出國潛水 拿那麼多錢 我只要一有錢 沒什麼出國 玩 閃出國了 對不對 哇 有潛水幹嘛 那你很聽老師的話 有沒有聽啊 就後來結婚啊 結婚就結了 結婚是為了錢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就覺得 小剛你好像在演員圈 也沒有做很多事啊 你怎麼每天這麼爽 一天到晚 這玩那玩 這玩 你那時候把店守好 店也沒顧 然後就是開心的 每天都好 我那時候 就沒事就是 看沒什麼事 大家有沒有知道 出去 潛水 我流潛水了嘛 好好好又潛 那大家不是一次啊 我潛完這批人不去了 那你 我們又跟另外一批去了 這樣 就每天在玩這個啊 錢都沒有 我雖然不是那種 什麼賭博在那種 但是我就是 賭官嘛 你玩的方向還對啦 我們以前玩的方向就不對了 賀大哥我請教你 那像 像你那個賭博 那你像我是膽子小 不敢投資 有機會看到了也不敢 那你是哪來那個膽子 你這個問題問得真的很好 為什麼 其實啊 這個就是你旁邊的朋友的關係 我以前旁邊的幾個大哥 賭博還兇 而且我們就講 啊 他今天輸五百 我才輸五十這樣 就會有這種比較 你再輸五百了 我才輸五十而已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變成那個輸多的是一個 好 很屌的事情 他會做個比較 會做個比較 沒有還五十 可是我一個月三百萬 我算什麼就繼續玩了 對 像以前我第一次到余天家打麻將 輸了七八十萬 我很光榮 我跟大哥他打麻將 哇好棒 我還能輸七八十萬 還可以輸七八十萬這樣 那就是噩夢的開始 真的是這樣 可是後來你的刺激 也是從這上面來的 其實啊 那個刺激 倒就變成數字的變動而已 就沒了 就沒了 啊沒有了 趕快想辦法再去弄一點錢 來當本錢 再賭再賭 就你一直在 你那幾年一直在那邊 在那邊賭錢 一直弄 那你那時候出的 就是打牌也好 然後賭博也好 你會做真正的其他的投資 譬如說那個 帆哥他會投資開餐廳 你有沒有做其他的投資 其實有啦 就是有一些圈內人 比方說叫我們投資的 就是我們只把錢投資下去 都沒管 就沒管 就沒管 沒有 沒有了就沒有 就沒有了 然後大家也會去追究這種東西 就是 就是一個參與感就對了 參與感就對了 好像 好像比方說你 你做什麼事情 沒有找我封給一卡的話 你就看不起我一下 那你看得起我呢 我就把這個錢丟出去 沒有之後 哎呀好 沒關係啦 可以說顧的是戀子 沒有在顧你 戀子 你看那時候的藝人多可憐 就是說 連這種事情的觀念 怎麼那麼糟糕 請吃飯是小事 賭博出錢才是大師 小家出去吃飯 是 你就是你要買單 對 其實真的沒必要 是沒必要 真的沒必要 隔壁桌子還這樣 蛤蛤蛤蛤蛤去 你去跟人家買什麼單 你買 你買隔壁的 對啊 對啊 但是我是覺得像這種錢 怎麼花 都不會 對 因為你隨便 那張仔你領過最好的薪水是多少錢 我領過最好的薪水是12萬 喔你很屌很屌啦 對 12萬 一個月12萬也不錯了 那以前是 我跟另外兩個哥們 那我從 這個電視台過去這個台 那另外兩個哥們從 所以過來這 我們三個人呢成立了 他們台灣第一個電視台裡頭 有行銷創意部 行銷創意部 那這個那個時候就是薪水 就好幾番 對 那後來是因為自己對節目呢 還是最喜歡的 因為他們是本來就是搞 他們以前就學廣告這一塊的 那我就是節目這一塊 那後來就回歸做節目 那回歸做節目 錢就不一樣了嘛 對啊 可是問題是你 你做節目 你也沒有時間去玩樂啊 嗯 那我看你穿的衣服都 他穿的衣服都是 因為他他都要去出外景 就野外的那種 對他都要穿那種 這件衣服 線衫穿了四十年 不是啦 好朋友 不是啦 比他出小鞋就穿了 對 就他出門的時候都 比如他他 你很多時間都在出外景 在外景其實你沒有時間花錢嘛 對不對 我看你很少買東西回來 那你後來你就沒有存在半點錢嗎 我我 這個也是談到一個點喔 嗯 這有兩個點我要討論的 是 第一個點是 就是 就像賀大哥剛剛有他的那個 就是莫名其妙的迷思 那我也有這個迷思 就是你比如說 你時間久了 那別人賺錢越賺越多 你後來賺錢比較少了 然後呢 但是你就會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鬼毛病 就是大家出去吃飯 是 你就是 也要買單 對 你覺得你是製作人 你是大家的哥哥 是不是這意思 也不是這樣子 人家 你講長輩 你講哥哥好色情 人家也 不一定說要你買單 但是你就會跳出來對不對 對 其實這是自然而然的 是嗎 對對對 這跟年紀有關係 所以你看他們幹嘛結婚 因為我不出來請吃飯 年紀跟這個地位有關係 就是工作環境沒必要 是沒必要 就是沒必要 那隔壁桌才像哈拉哈拉姐 你去跟人家買什麼單 你買 他是買隔壁的 對啊 就是 對啊 就是 那你跟賀大哥有異曲同工之妙 沒有 沒有 這東西我不會 我不會那麼樣的 就會這樣 隔壁都賭書了 我幫你付 就是 其實就是 對於這錢的概念 不只是不會投資 就是說 有時候就花你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你 你今天如果是導演不是製作人 那你就不會付這個錢 因為製作人跟導演一起出去 一定是製作人付錢 是啊 對不對 對啊 這個就是這個 不成文的規矩 只要是製作人在 一定是製作人 習慣了齁 習慣 但是我是覺得像這種錢 怎麼花 都不會把自己花花掉 對 在我的想法裡面 是 是能吃多少錢 你隨便 一拆下去輸個五百對不對 你看你能吃多久 真的 一個晚上 吃十年 他剛剛一個晚上輸七八十萬 他今天晚上 我請你吃飯七八十萬給我吃光 對 這樣吧 五百萬真的是 我們六個人出去吃吃十年 對啊 一年五十萬嘛 對啊 對我們吃麻辣鍋 五十萬吃 對不對 五百萬的麻辣鍋 我們都變 我們都變麻辣鍋 我們都變麻辣鍋 又腫起來這樣 他出去都是一票的 就這樣走了 五百萬也花不完 對 剛剛講過是最好的 現在講最差的狀況 小毅 最差的是什麼 如果以經濟上來講的話 就真的是 大概2006 2007的話 那時候就真的是 就是 比較到那個 有點三餐不濟的情形 對 這很嚴重 三餐不濟 你那時候在幹嘛 為什麼三餐不濟 沒有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要養小孩嘛 不要再有那個音樂了 快樂一點 快樂一點 因為當時是 其實那個也算是一個 人生一個蠻好的經驗 就因為養小孩關係 然後我那時候 演唱會的case也不穩定 也沒有經濟公司 然後到時候沒有情形之下 就也不知道 可是 也不知道要怎麼走下一步 因為在演藝圈裡面 其實說實在就是 一個契機 就是像藝藝人 沒有就是沒有 對 我雖然我的 比較之前 但是我覺得說 可以感覺到 沒有就是沒有 那一有的時候可能就 可能就 對啊 就一直來 對 可是 能不能把握住的話 就因人而異啦 那可是我 我確定我沒有 但是我就不知道 怎麼去走這路 也不知道怎麼去規劃 因為這個 這個中途走一半的情形 所以那時候在三餐不濟 或者是 不知道怎麼走下去的時候 有一種 反而養成一種態度 就是說 走一步算一步 這樣也不是 極壞的一件事 其實我在這個演藝圈之前 我是做工程師 所以我其實已經走過那種 我知道我 不會活不下去的這種 這種職場的這種 什麼樣工程師 醫療醫器工程師 他之前也有講過 對 而且我 難怪頭髮這麼爽 對 他用腦啊 而且我修大腸鏡 真的啊 對 我有跟我講幹嘛 喂 你現在對他講有什麼用 沒有 我要講 真無聊 好 而且我修大腸鏡 我現場做一個送禮 所以那時候我 我準備要走那個演藝圈的時候 我是離開那個美商公司 所以那個 那時候的福利什麼狀況 然後我自己去 你剛剛開玩笑 對 那時候 而且那時候是在 沒有週休二日情形 的情況下 我是待在美商 所以那時候美商就是週休二日 所以那個時候 我已經大概可以規劃說 幾年之內就可以買房子 或是什麼 車子那當然 就很穩定 那只是說 還有一個創作的 慾望的想法啦 跟那個樂團表演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秀情 對 所以就那時候 就開始離職了 就開始走這個地方 哇靠 好大膽 真有勇氣 這個很厲害 真的很大膽 真的很大膽 你真的是為了表演 你真的其實很大 哪來的膽子啊 真的 就是沒有 因為我在走那個職場的時候 就覺得有 像比如說我是 理工科畢業的 那大家都會 會給你一種就是說 好像你要走一個 固定職場的這種生涯 這不是你要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另外一個 那我自己的自 自我的那個施展 是沒有辦法溝通的 所以在那三年半 那個職場生涯 我不斷的每天 一直在做比較 是 在確定錄 所以大概到三十歲之前 就確定了 真的要去走一個表演 但這個表演 也不是那種主流的 到電視節目 或是到這個比較 大家關注比較大的一個點 什麼 那種表演 純粹自我表演 對 就在地下Pub裡面 表演這樣子 你就這樣自己創造完就走了 就是照我的電影 對 都寫一些 就是非常冷門的歌 對 懂得投資 任何人都能賺大錢 有一天呢 就是我下班了 然後錄一台車 公司多久 是用冰刺檔外警車 嗯 下來是誰 沒有 這是幹嘛 幫忙 好 常常現在 你最大的 經濟的壓力是什麼 還好 也沒有 對不對 沒有 買房子什麼 還好 因為我 我那個 我是住在那個戲子啊 對 那個就是 那個地方就不用很多錢啊 對 然後就 就OK啊 但就這樣 從小我剛才跟崔文聊 就是我在大概 退伍之後 我想我這輩子喔 如果能開一台二手的BMW728 我覺得我人生就 就成功了 這很神奇的感覺喔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以車來評判嘛 因為你如果能開728 相對的你可能 在某一些方面 是在那個 可是當初我是想說 大概二手一年的車 嗯 我就很厲害了 你有沒有想過 以前給自己一個這樣的目標 從來沒有 物質上沒有 有喔 我唯一喜歡的車 叫馬薩拉蒂的 哇塞 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喜歡 那一款車 那個車有 馬薩拉蒂的 有氣質 對 其實馬薩拉蒂很有氣質 後來我才知道 那馬薩拉蒂很貴 很貴 而且很特殊的一個牌子 很特殊的一個牌子 而且開起來 很冷門的車子 很冷門 而且手都要好幾百啊 但是你車子 馬薩拉蒂一提下來 我們就哇塞 這個傢伙 有品味 是喔 我們現在 不是 我覺得你現在的壓力 應該是工作吧 也還好 我現在最主要的 給自己的壓力就是 我要懂得如何過日子 對 過好日子 我不見得 我說好日子不是說那種 對 就是讓自己很好 自己快樂的那種日子 對不對 身心都快樂 對 身心都快樂 其實我們這個年紀 過的應該是 要的不多的日子 因為大家什麼都有 該有的也有 對 要太多會有負擔 有些也玩不動 真的 有些地方也不能去了 是啊 主要主要 主要具體講一點就是 簡單而豐富啦 是 看他有 沒有沒有 玩不動了再講 玩不動 玩不動 真的 玩不動 你不要看喔 四十幾歲你去開跑車 你開十分鐘就腰就痛 是嗎 我騙你 他跑車座位是L型的 我跟你講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耶 這樣開車耶 你試試看 十分鐘 像小英 小英這種外型 開過Bentity車 覺得好奇怪 好奇怪 有沒有 就是說 他就是他 他給我感覺不應該開這種 Bentity的那種 那種兩門車 對 所以 他應該開那種休旅車 高一點的大休旅車 對 或者載卡多 對對 然後隔熱值很深 不知道是誰開的 男生對這種車 的這個迷思真的是很懸的 沒辦法 對 我曾經好就是在一家公司 也是也是一家電視台 然後呢 那個那個那個 有一個設柱 設柱 然後有一天呢 就是我我下班了 那一台車這樣路過來 路到我面前 那我就突然看到 欸 那白色的 公司多久是用賓士當外景車 嗯 那下來是設柱 他說沒有 那是我的車 那我就說 蛤 這你的車啊 那你 我不是認識你很多年 你怎麼買 這個賓士300的車 他 扯了半天他是 也是買屋 買屋賣屋來 OK 設柱欸 是 懂得投資理想 後來他也是 他就是 他就是 就是 買屋賣屋 而且他多厲害 你看他 他買 比如說他在這裡買了房子 他買了房子之後 他就是 請其他的設柱去住 租房子 租房子 找別人幫他養房子 對 養房子 那等到呢 要時間到了 他就賣掉 賣掉 有那個組織能力的頭腦 對啊 羅科大哥有一些這個話不得了 中間我可以請問你一個問題嗎 對 像你開店 你哪來的膽子開那個店 我當初是走投無理 對啊 真的要有膽子 其實我從他的問 問的問題我可以知道 他是很保守 是很保守 他應該是不會去做一些 就是說 他身上有一千塊 他頂多就做一百塊投資 對 他是屬於這種 保守性 所以說 所以他一直在詢問我們膽子的事情 對 因為我那時候開店 跟那個不一樣 跟那個不一樣 跟大就是大對不對 對 我那時候開店是沒有辦法 因為 那時候 已經沒有電影圈了嘛 電影圈那時候等於萎縮了嘛 那電視那時候只有三台 演戲也排不到我們啊 然後 唱片對不對 出了兩張也 然後就覺得 然後就覺得 哇賽 我這條路再走下去 我大概晚了 就嘗試做生意了 然後就沒有辦法啊 那幫我朋友找說 要不要做夜店 想說 反正自己自己愛玩 喝兩杯 不是 那時候覺得自己在這方面 好像也比較有一點 有把握的興趣 對 然後就好好開始做 做做 可是到現在我們還是一樣啊 就是說 就是剛剛講的錢滾錢的原理 就是在這裡 就比如說在現在 我們還是會拿很大一筆錢 去裝潢自己的店面 不會像一般的 一般的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 我開一個店 賺錢了 能吃多久就吃多久了 我可能會 比如說拿一個 再拿一個 50萬出來裝潢好了 那何必裝潢 何必浪費50萬 你乾脆不要動 你既然要裝潢 你就必須要拿一筆錢 把它變到一個 一個人到你店裡面 他 他有很多反應嘛 有時候 他改裝我們去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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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完了 那你亮成這樣 哇 變這樣喔 那就是對 那你才要改裝 你哇哇哇哇 你請他喝酒就 哇哇哇哇 今天晚上今天喝燙 他也通通不要錢 他就 哇哇哇哇 一樣意思 那我幹嘛花那幾百萬去裝我 所以這個這個 錢滾錢是你要看到那個中間的力 就像你那個 為什麼要花錢去買一個蘋果 一樣 對 因為他可以幫你做到的事情不一樣 對 對 這個是這個是投資的一個想法 很多人就是怕投資 就是投資 最怕是投資那種半吊子 嗯 哦 比如六百萬我們要做一個東西 哎呦我們三百萬做 省一下好了 省一下 三百萬弄 不管三百萬混 那就完了 因為 如果要做更好我一定要花這個錢 那不然我幹嘛花這個錢 對啦 就好像你現在住在戲子 你說搬到東湖那什麼屁用 你要嗎就直接搬到東區 再搬到東湖 那是差兩寮街什麼用 就沒有意義嘛 沒有 我們真的是有人看的節目 那住東湖跟你家一家 不是 我跟你講說 你如果說今天你要 距離 我們講距離 你想要靠房子投資 你想要住更好的話 你從戲子搬到東湖 那感覺不怎麼樣嘛 是 可是一下就弄到東區來的話 那就是一樣 沒有 做戲子很好啊 對 我沒有做戲子不好 對 好 至少現在不淹水了 跟在大哥旁之鴻 賺得比大哥還多 我老婆低音 以前有沒有跟你比過13張 沒有沒有 他沒有 可是他為什麼這麼厲害啊 我沒跟他輸過 他這個很練就是他這麼 開始啦 祝大家新年 恭喜恭喜發財 中國啊祝大家 快快樂樂精彩又不 恭喜啊祝大家 新年恭喜恭喜發財 中國啊祝大家 Happy Happy New Year 一天一天 國光不不不不不幫忙 大哥我常常講兇狠啊 他住在桃園嘛 他說 我想 離台北近一點 龜山 他說 他真的跟我講零頭啦 他零頭比較近 我說你 這個有近在哪裡呢 就下坡沒走而已 不完全是因為這個 投資理財方面 他是要近一點 我是要也要離我爸爸近一點 因為我爸爸媽媽年紀大了 他其實你如果說你想要搬的話 你透露出一點這種訊息 他們會 開始煩惱了 對他們會煩惱 我不想讓他們看到這種 你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買一個 三四代同堂的一個房子 可以啊 你借我錢好了 你現在的房子就是你自己的啊 對啊 講到這裡 你有沒有投資理財 沒有耶 我完全沒有 你沒有投資理財 對 從來沒有投資過店嗎 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會轉 對吧 來投 不要不要我喝酒就好 他就不聽我 從來沒有投資理財 現在有沒有規劃投資 也沒有啊 那你現在賺的錢怎麼樣 就存起來啊 都不動 最多只是只是買一些什麼 譬如說 呃 什麼什麼儲蓄型保險啊 哦 等等的那種啊 就是 你連那個 什麼基金都沒買的 沒有 就說股票啦 房地產基金啊 沒有 什麼黃金存折啊 什麼的 有沒有 你沒有買基金買的險 你應該買一些 開車走那個基金降得到 其實Vicky好像有買一些什麼 但是他不太讓我 是的 而且不會花 很多錢去投資 所以你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對 是不是 至少目前看不出什麼端倪 其實你的考量是對的 怕爸媽覺得離他們太遠 你真的就是弄一棟 打一點的 每個人住不同的樓層 對 一起找一層吃飯 其他住不一樣 我本來我那時候跟你講 林口就是想要這樣 就是對門的 一邊是比較大的 對 然後一邊稍微比較小 一層 對 一層就兩戶 講多久了 三年了 三年了 你要到這裡我就真的建議你 找一個有這個捷運的 你爸媽要進市區很方便 然後你離台北市也進 然後呢 討厭機場 請 機場後呢 房價你也吃得下來的 對所以那時候我就是考慮林口 而且林口有大醫院 你現在買 對 那時候房價還高了 現在去 而且有機場捷運 對你跟榮翔住在一起 羊高價 每天幫榮翔 跟榮翔打巴 幫榮翔這樣吧 對 那時候是有這樣想 對 趕快去做 爸媽年紀大了 對啊 想到就要做 你不能老是不讓他們來台北市 你這個人怎麼樣 不是 不行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勁嘛 他來 多累啊 轉車 他不可能像 我們也要去 接著我到台北 他哪裡肯花這個錢 對 他們還要先去火車站 真的 要不然就是什麼 所以他們現在 有什麼事情要到台北 幾乎都是我在 真的 你趕快去做 要不然過兩年幫你做一集 好後悔 這些年我真的百貨 我為什麼不住銀口 坐在那邊 我們請銀口鄉長 怎麼都懶 這是區長 區長 好吧 就是說 做這些年來 我們今天講的是比較狠 怎麼好後悔這些 我們日子都白費 主要是讓年輕人知道 像其實我覺得 我有些日子也是白混 就早一點知道的話 也不會 就是像現在這樣 早一點知道 就好好地坐下來 認真談個戀愛 對 早一點去關島 就早一點認識Kiki 不用到早一點去關島 就沒有遇到Kiki 遇到男的 愛情跟早一點沒有關係 愛情是時間點 緣分 就是希望說小孩子 能夠早一點生 可能現在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就是 以前不要錢那麼多水 幹什麼 也沒有在做推理工程 錢成那樣子 可是有錢難買早知道 對 讓年輕人知道就是說 你要去做這些事情OK 趁早 但是你要有一個計畫性的東西 那你雖然 雖然不是說這樣 你一定要只工作 不要玩樂 不是這樣 不行 但是你要規劃 比如說有部分的時間去玩樂 部分時間 一定要在工作 還有部分的錢存起來 然後呢 投資看準的就去做 當然啦 並不表示說投資是一定會賺錢的喔 你要有投資 就做正義就是有賠有賺 賠了以後 就想辦法下一次改進把它賺得更好 那賺了以後呢 沒有沒有 要幹嘛投資 要守 要守 我覺得要規劃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會說 啊我五年後我想做什麼 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 是為五年後的事情而做 但我們年輕時候誰知道 對 對不對 對啦 最重要的是你現在周圍的朋友 大哥你別生氣 其實我 我們幾個因為都不賭錢 其實我們朋友界裡面 對啊 都不太有興趣 就是說你們的玩家裡面 剛好就是沒有這個 所以你們非常非常的 非常幸運 真的 那我們剛好那個時候的環境 那一塊呢特別的厲害 因為我有去過那個 以前去過那個 秀場後台 秀場後台 哇塞 大家比那個 我的天啊 我這幫 比什麼 都很大 比十三張啊 我們來上台 反溫哥現在把牌 放在口袋裡面 可不換牌 哥哥那請問一下 我老婆低音 以前有沒有跟你比過十三張 沒有沒有沒有 他沒有 可是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沒看他輸過 他這一個很厲害 就是他正門是幫人家比 他吃紅的 在旁邊吃紅的 我幫你比 我幫你比他 然後贏了他吃紅的 也有受到訓練過了 金牛座 金牛座 滿厲害 守得住 贏的是自己的 輸的是比 對 但是那時候 旁邊很多這種 秀場女孩子 都跟著你們在旁邊吃紅 對不對 對他們吃紅是到最後 所以我們還跟他借鞋 結果錢在之後 那裡 對啊對啊 反正那次吃紅 那你給過最多吃紅的一次 對 呃 看那一處的大小 不要說這處贏個 呃 不要說 紅不亂一把對不對 贏個十萬八萬的 哇靠 就可以兩萬這樣 所以那個 經常那種吃紅到最後 真的是他們比我們有錢 這樣 真的就哇哦 你就比到最後 貼快天亮的時候 他們一個也跑走了 因為通常沒有錢的嘛 真的 那這些去唱歌這些女生說 老闆我來唱歌 但我不用 我不用錢 目的為了吃紅你知道 很多 老闆我買門票 我站在他們旁邊 對對對 那一直吃紅 為什麼腫呢 因為皮包裝不下 裝不下 真的是 所以說這個還是要趁早 規劃自己的人生 不過 嗯 先說好 就是說自己過好日 並不代表說是很多錢 還是好日子 其實好日子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的身心快樂 那就是好日子 對 而且我覺得男生喔 到四十歲的時候 要去做一件事情 什麼想想自己 你有花不完的錢嗎 如果你沒有的話 就從今天開始 花每一條錢 都要想一想 對 沒錯 謝謝各位參加 謝謝各位 人前是一家之主 人後是一家之主 我剛才去一個手機廠 看到一隻新的手機 我就想要把它買下來 因為你知道我這三天 掉了兩隻手機嗎 你還敢跟我說這支手機 是嗎 我不能做主嗎 你為什麼能做主 蛤 誰說你不能做主 你以為你是一家之主 他這個三天掉兩隻手機 你的反應是非常的憤怒 我竟然已經罰他 罰他不能 三天不能做 由一致中午晚間十一頭 三個移動會排 三十頻道 國光光光